美国总统奥巴马抵达阿根廷进行为期两天的访问 显示美国与阿根廷两国关系有所改善 而奥巴马始行访问的时候正值美国支持一次的阿根廷政变40周年 星期三午夜过后奥巴马飞抵布尔洛斯·艾利斯 奥巴马结束对古巴的访问之后 阿根廷是他始行出访的第二站 奥巴马星期三将会会见阿根廷新总统马克里 马克里曾经表示 他希望加强和美国以及其他自由市场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 预计两位领导人将会在星期三晚间举行各宴上发表讲话 星期四是阿根廷军人独裁政权上台40周年 残暴的军人统治造成了大约是3万人死亡以及失踪 奥巴马计划星期四前往一个为纪念死亡者而建的公园 美国解密文件显示 虽然阿根廷军人政权踩踏人权 可是得到美国的支持 对奥巴马这次访问持批判态度的一些人士 质系誓言举行抗议活动 批评人士曾经要求美国对支持阿根廷军人政权道歉 感谢观看 还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